萬眾期待的 醜酷生存遊戲《惡靈古堡 8》 就在今天公開了許多全新的情報 大量的內容 一定可以讓身為惡靈古堡系列 粉絲的你興奮不已喔 廢話不多說趕快起來看看吧 卡普空今日一口氣帶來了 諸多惡靈古堡系列情報 首先就是惡靈古堡 8 最新的宣傳影片 可以看到團隊精心打造的 華美恐怖村莊 主角伊森文特斯 與這村莊的種種謎團 也隨著克里斯的到來逐漸清晰 而大家期待的體驗版 預金會登上PS5、PS4 Xbox Sirius X、S、Xbox One 以及Steam、Google Stadia等平台 在實現24小時裡 玩家可以自由體驗村莊 與承包兩個關卡 而在過去系列評價不錯的 傭兵模式也將回歸 保留獨有的快節奏玩法 讓玩家享受更緊張刺激的快感 描述克雷爾與李昂 與白宮重逢 逐漸揭開神秘事件面紗的 Netflix電影 惡靈古堡 無盡暗黑 也公布了最新預告片 而官方更宣布與知名鬼抓人遊戲 黎明死線展開合作 推出專屬篇章 最後則是惡靈古堡 4 將會推出VR版本 登上Oculus Quest 2 透過虛擬實境 帶來全新第一人程試點的 沈浸式戰力體驗 勇於挑戰的玩家 絕對不能錯過 惡靈古堡 8 預計於5月7日推出 各位粉絲們 再等等就可以玩到囉